各位好 我們可以看到說今天大家問了好多的問題 往下來有27個問題 累積了非常多問題 待會可能大家也會有不同的想法或意見 我希望說待會清凱他講完之後 他會先做一個一些簡單的一些背景的介紹脈絡 可是他講完之後我想說大家既然前面有很多問題 待會他講完之後我們會先開放一輪 我們至少先開放一輪 不管是要提問或提出你的意見都可以 我們盡量如果已經跟上面有的就先不要重疊 如果剛剛前面的大家自我介紹過程裡面沒提到的問題 或者你有新的見解我們就再提出來好不好 那其實今天要談這個我是查理 然後問號這個 就是我們要談這個在霸國發生的這件恐怖攻擊事件的時候 因為其實因為清凱是 當然有人說要什麼背景的人可以談 不管是什麼背景的人都可以談 那哲學也可以談 那我學社會學的 然後我又從事人工作 其實我過去從事都是有關的人權運動 我在國際特色組織工作 那我們從事人權工作裡面 我會遇到很多質疑就是說 因為我們人權談的是一個 很多人說你們就談一個普世價值 所以你們對於很多不同的文化 就是會缺乏一些關照這樣子 但我要講說這是錯誤的觀點 也就是說我們其實在從事人權運動的過程裡面 你們知道你們有聽過叫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力國際公約嗎 文化權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然後甚至在兩個大的國際人權公約裡面 每一個第一條 ICCPR 公民與政治權力國際公約 跟我剛剛提到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力國際公約 兩大公約的第一條都是一樣 都談的是有關於民主的自覺權 那所以也就是說對於文化這件事情 常常被一些人 就像剛剛提到有話好說的某位 那個講說 他提出了很多有關於文化霸權的問題 或西方霸權 我自己的意見我也先提出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就是說其實文化是一個很複雜的概念 他這麼複雜的概念 然後每個文化的歷史發展也都不是對稱的 那都不是對稱的 所以你要單純的用東方對於西方的文化做比較的時候是危險的事情 所以這樣子就是說 你要透過比較不同文化來談說 人權受侵害這件事實的時候 因為人權受侵害的事實不會因為你是哪一種文化 所以有所不同 任何文化都會有被受到壓迫的人 人權受到侵害的人 所以如果用單純的質疑談不同的文化來做比較 來做相對比的時候 會發生一種很危險的事情 也就是說他沒有辦法真實的去解決掉 人權受到侵害的事實 有一些個體有一些群體 族群的權力受到侵害 可是你如果單純只用文化去做解釋的時候 會變成一種很跨約的方式 太過度的跨約 然後就沒有辦法真正去解決到人權 所以回歸到人權的實務面的時候 很多人在質疑我們做人權工作的人 我們只談這些普世價值 但其實不是 我要講說 在談人權的時候 他不會因為你是西方或東方有所不同 因為其實我們每當提到人權的時候 最反對的人權往往是來自於誰 不是來自於文化 而是來自於掌權的人 有權力的人 有power的那一群人 才會反對人權 不是 可是反對人權的人 最常會說 用文化的因素來告訴你我反對 為什麼你們過去殖民我 或你過去壓迫我們 那其實講這句話的人 通常也是在壓迫別人的人 那所以這個是我對於 人權這件事情的一些基本的看法 也就是說 言論自由也好 宗教的自由也好 它當然會有文化的因素 可是文化的因素 它就是一個人權的價值 那我不多談 因為會有談的比我更精彩 就是我們哲學系系 創辦人 沈金凱 古大哲學系的叫做清凱 他會來跟大家做個解釋 那我現在先 就大家歡迎清凱 非常開心 今天在 哲學星期五 在台中的周年可以過來 那一般來講 因為我們 我是做哲學星期五的策劃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都不在哲學星期五 談事情 然後這一次是因為周年 本來要談另外一個題目 我後來 終於建議我 來談 因為我幫新新聞寫了一篇文章 也關於查理周刊 跟孔伊斯蘭的問題 短短的 差不多兩三千字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 那我只談一個態度的問題 我當然不會去談 太多很複雜的東西 因為有些東西我們沒辦法討論 那我們要先看查理周刊 這個事件的時候 我們先還原好了 假設我們沒有暴力事件 這個暴力事件沒有發生 那我們來看查理周刊 是怎麼樣的一個周刊 這個會比較有趣 那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 我大概是我所有的朋友裡面 少數喜歡看那個 諷刺周刊的人 以前我都看那個 還有看那個 就是看被查理周刊 所開除的另外一個插畫家 另外開了另外一個周刊 叫 那這個事情其實是 它是我一個學法文 一個很重要的來源 你要了解一個歐洲文化 他們的諷刺文化 當然直接看那個是最快的 因為你法文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實際上如果你不了解的話 不知道他們在玩什麼文字遊戲 其實它是相對是有難度的 那對我來說 我就剛好遇到一群朋友 可以教我 然後我用 我教他們周門 還教我爸我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來做交換 所以我對這個諷刺周刊是很有情感 因為它會讓我感覺到 一種 你會笑的時候 當那個 笑的那一剎那的時候 你會覺得 你同時也解放 同時也自由 你很多的道德束縛 是在看到那個諷刺漫畫的時候 它刺到你的那一刻的時候 不見得你被挑釁 但是對我來說我是被解放的 它可能在那一看 剎那那個線剛好是抽中 你會發現原來很多人跟你想的是一樣 你不然講而已 所以它不見得只在挑戰道德界限 它也可能在某些方面 釋放了我們的道德禁忌 所以在這裡面要談的是說 我們先不看這個 這個大家在討論的問題裡面 其實我們沒有去看到查理周刊 好 那我們就一個人來看 那就是Shark Lee 就是大家這樣我是查理 但是在一個共融的感覺 我們可以理解說 我們是站在一個被害者的角度裡面去思考 所謂我是查理這個問題 站在被害者的角度去思考這個問題 可是我們會在這裡 題目會打上一個問號是說 在被害者思考角度 那個被害者可能還有更廣大的被害者 還有會衍生的被害者 還有我們看不見的被害者 一個是在現實裡面看不到被害者 比如說當周世瑜那天在有話好說講說 西方霸權對於中東國家的侵略 其實我是蠻蠻贊成的 因為你或者是以色列去攻擊其他國家的時候 其實攻擊阿富汗的時候 去佔免阿富汗的時候 其實造成多少人的死亡 其實它的反省是對的 但是是不是能夠 我唯一反對它是 你不能把它拉到查理周刊這個事來看 只有這一點我反對 因為這樣我們會失交 不是說我們不去討論 這是另外一個 整個西方霸權那個整個殖民 後殖民的脈絡裡面去談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我們去看這時候 當然還有一個是衍生的問題 當然你看到這有四十幾個國家 都站在巴黎街頭手牽著手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害怕 對我來說我是害怕的 因為它可能會是再加強的反恐 反過來去壓制了那個 本身國內的圓門自由 那當他們結合在起來的時候 其實讓他們可以很大蠟的去攻擊其他 他們所思維反對恐怖主義的份子 讓反恐的聲音變大的時候 那個自制力就下降了 所以我們等於把那個權力交給其他人 所以這個才是我覺得我很害怕 因為在這個事件一發生的時候 我幫新紀元寫的那個報紙的時候 其實上我是恐懼的 就是它怎麼會造成更大的歧視 在台灣還沒有看見一件事 在1月8號 每天1月40發生在1月7號 在1月8號的時候 在法國就有五十幾處 所謂的清真市遭受到攻擊 那這個事情其實上是報紙上面 是都有寫出來的 但是我不見得會 會在我們的新聞裡面被報導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有差別待遇 以為他們是我該 可是我們會在這個 因為我們可能激情的仇恨 我們更傷害了很多的無辜者 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人受害 可是我們更創造更多的無辜的受害者 那這個事情上是 我覺得我們在看這個事件 其實是更需要去照注意的 那這個是我對這件事情的擔心 所以我寫了一篇文章 所以我接受了公事的有話好作 一般來說我不願意去的 可是我對那個諷刺中間有一些感情 那也包含是 我也常常跟馮公園在一起 然後所以他講的人渣公務員 然後他辦的那個 告別人渣洗碟晚會 是我幫他辦的 所以去辦這個事情的時候 是讓人有諷刺的言論自由 人有對於公權力盡情挑戰 跟諷刺的自由 可是我們現在在談 剛剛很多朋友提到的 我覺得這是權力大小的問題 當大家都同意 我們是怎麼罵馬英九 那個是對於所謂的公共事務的批評 因為他代表是一個總統的身份 他不是一個平民 所以等一下我們可以看 我們在某個方面 實際上在罵馬英九的時候 是跟法國同步的 是跟人家是一樣的 可是人家就比我們更進一步 更進一步是什麼 因為他們用一般人認為 猥褻、龜、骯髒、下流的圖片 所謂那個道德經濟的圖片 來去更刺激你 所以對某些人來說 對我來說 我在看多的時候 我覺得不好笑 因為他如果沒有在玩 所以剛剛有個朋友講 第二層次 第三層次 沒有把一些 context引進的時候 其實他一點都不好笑 那這個時候就是 這是我來講說 言論自由受到暴力攻擊 這樣可不可以 第二個是 嘲諷的言論自由是沒有底線 這個我們等一下要問 我們是不是要考慮到被嘲諷的人或團體的感受 第三個嘲諷會不會變成歧視言論 這個大概是我們在看這 接下來要問的問題就是跟事實有關係 查理周刊是不是只有嘲諷伊斯蘭文化 然後法國嘲諷文化是什麼 還有當然 講那個政教分離的背景 會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等一下 再一一來看 那這個事情 我們還是回顧一下 就是說他的七年成立 他的發報量在四千 四萬五千到六萬份之間 當然大概在1996年的時候 他曾經有達到四萬份 那這個資料 你在網路上應該也都可以找到 比如說可以找到比較多的 一般來說 你看我們講的 講的所謂的 另外一個叫 是一個諷刺週報 他可以達到四十二萬 同樣是諷刺週報 那另外一個比如說像 如果你看到法國的世界報 這次查理周刊復刊的時候 是法國的世界報幫他復刊 你看他當時有三十一萬 現在也才高十幾萬而已 因為網路媒體的發達 那再來 日本還是用這個解放報 法國左派的解放報 左翼的講話 差不多十三萬份而已 那相對這些大的報紙 還有一些是 那個 Nouvelle Rebellion 這個是所謂中間偏左的 有五十一萬份 所以可以看到他們的發行量 會有只有 差不多只有 四萬五千份到六萬份之間 其實算是一個相對的小報 後面 這裡還是週刊比較大的 裡面把它拿出來 那這個恐怖攻擊 照完十二個人死亡 十一個 十一個人受傷 然後同樣四個是重傷的 那裡面還包括 三名警察 兩名警察是現場 後來還有一警察是在路上 就是阿瑪德 這個警察在路上被 在追擊這些兇手的時候 被擊斃 那這個是在阿爾及利亞戰爭 因為這個今天我們要談到說 跟阿拉伯之間的關係 法國曾經執行過阿爾及利亞 他這個阿爾及利亞戰爭 一直到1962年才結束 總共打了八年 所以當時在阿爾及利亞戰爭的時候 有很多被視為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是相對定義的 別人來攻擊我家的時候 他就是恐怖分子 這樣比較簡單 我們不要把恐怖分子視為 像比如說我剛開始 一開始我把那個 戴上口罩的時候 要進來的時候 其實其實給大家一個印象 你會覺得 好像今天跟這個主題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他就在利用我們的刻板印象 那刻板印象屬於誰 等一下再給大家看 你在Google查 恐怖分子會變成什麼東西 那再來那個過程是怎麼樣 就是因為 2011年的時候 實際上他就是一個 統治伊斯蘭教員被遭到恐怖攻擊 2011年 然後法國警察有在保護 所以我們才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當時有警察在旁邊被打死 因為他們之前已經被攻擊過 炸彈攻擊過 那可是之前呢 之前是有一個故事說 在整個歐洲被打的 就是說被伊斯蘭 就是極端分子 或者說我們先不要講伊斯蘭 被遭受到恐怖攻擊 割火的時候 還有一段時間 是2004那個反骨的導演 那那個導演 這個應該是大家說是 反骨的執子 畫家反骨執子 他在一個短片裡面 其中裡面 就是薄紗 放在那裡 身上就塗填滿了可蘭青 在羅宇身上 夠挑釁吧 在這裡面的時候 後來在華爾街日報也看出了 那個右邊這張圖 就是說右邊這張圖 這是一個短片裡面的圖 那後來呢 這個東西激怒那個 伊斯蘭人極端主義者 後來導演在阿朗瑪斯 在當街被槍擊後割喉 這個是應該 很多人其實都知道這件事情 那時候我在歐洲 所以有朋友說 為什麼可以講 因為我們就活在那個世界上 我們就是非常震撼這件事 然後 那接下來呢 後來在2006年的時候 你想看 當然那個作家後來 那個導演後來 在阿姆斯蘭還幫他 梳立一個紀念碑 那個紀念碑就是他的 他的臉朝向 用他的那個側面 臉朝向填空 的那個紀念碑 用側臉了 然後後來在荷蘭的時候 他們就做了一個 這個穆罕默的炸彈課 那穆罕默的炸彈課 對我們來說 你看到這裡 放個炸彈覺得好像 很了不起 哇好挑釁 同學你們有 不是各位朋友 你們有沒有被挑釁到 因為它跟你的文化 跟你的背景沒有關係 所以你不會覺得你被挑釁 我們有感覺 這就是頂多畫個穆罕默的 我們也不知道穆罕默的 不能背畫 好 很多我們都知道 因為這樣 會激怒了很多人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怎麼被激怒 所以呢 2011年呢 他們後來看 2011年的時候 就是在查理周刊之間 碰 就在前面的那個 他們的 爆射的前面 原來的原址裡面 就 就有一個炸彈攻擊 沒有人 沒有人 還好沒有人說 那查理周刊怎麼玩他們呢 因為呢 Shakia Shakia 這個是一個 就是伊斯 我們翻成沙利亞 就是伊斯蘭的法 伊斯蘭法 那它這個叫 那個 Shakia Edu 這個叫Shakia Edu 就故意把它變成查理周報 變成沙利亞周報 裡面全部在諷刺 在嘲笑 這些 伊斯蘭的 民族的習慣 在嘲一些 他覺得不合理的 違反人權的東西 去笑他 那裡面他在演講說 要鞭打你一百下 如果沒有笑到死人的時候 要被鞭 被處罰鞭打一百下 那這個就代表說 整個 那個伊斯蘭世界還有鞭情 鞭情的 當然還有那個 有些人是用石頭 用石頭丟到死 等一下可以給大家看 我們現在就面對到這個 在某些價值觀 我們可能會跟法國都相關 我們 不會用太過於殘忍的方式 去處罰別人 當 有一個報紙 如果在台灣有一個報紙 用很 又去諷刺這種殘忍性 大家心裡會怎麼想 會覺得 對啊他感覺應該被諷刺 可是當有另外一票的人說 你要尊重人家的文化相對 人家文化的特殊性 這時候我們就可能真的要閉嘴 這個閉嘴的結果是怎麼樣 就是還是有人會被石頭丟 對不對 就是因為你穩通姦的時候 就用石頭丟到死 石頭他要算大小的 另外還要用邊形 就是最近有一個是被邊形處理 連門自由被處理到一千下邊形 每週五十下 好 在 小比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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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也是他在玩的呢 來我們來看這個東西 愛比 你恨力量大 很正面啊 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哪裡 帽子 帽子 什麼帽子 只是帽子 只是一個阿拉伯人 然後伊斯蘭人 然後我們什麼 文明是在伊斯蘭的時候 不准同性 像台灣已經很習慣 男男接吻 問女女接吻 我們不會感覺 有什麼 我們又不會覺得被冒犯 可是有人不會覺得被冒犯 當他價值觀跟你衝突的時候 這實際上我們講說文明衝突會可能放太大了 很簡單的 他就是看起來 你怎麼可以開我們這種文校 這明明是被禁止 但是在伊斯蘭世界有沒有統治 這個當是open question 我也不知道 對不對 但是要碰到你旁邊有碰到的 我們不能說有或沒有 那這裡就是說 故意用個愛比恨力量大來玩 再來 看這個 這個 這個就比較有名 這個就是哭著這樣 那我們看左邊 左邊 那些穆罕默德被所謂的原教義派 就是等於要 主張那種完整的基本教義的那些人 被他欺負弄得抓狂 結果他旁邊 那一段話叫 Zé Dûr d'être aimé pas décon 什麼意思 就是被笨蛋帶真是痛苦啊 你看你們笑了對不對 如果你是反對者的時候 你就笑不出來 我邊找的時候 其實都找 我都找我會笑的 對不對 所以你們可以大聲的笑出來 沒關係 笑是一種很棒的事情 沒辦法 對不起我笑了 可是 那個笑是真實的 不是假的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他在講 在復刊以後的封念是這一個 好就是 那個 穆罕默德拿的這個東西 寫說 我是查理 代表他 對啊 我也為查理 我也站在查理這一邊 然後這個時候 哇好挑釁 可是那天那個 有話好說沒有講完 就是要再加一句話 那天我跟信聰講 最重要一句話 沒有講 就是 所有都被原諒了 所以在這個封面裡面 他談的是原諒的問題 他不是鼓勵你仇恨 所以我們今天如果說 在這個查理周刊 認為說 他就是要 約於約於 諷刺你到死的時候 然後就覺得 所有一直在嘲笑你 沒有任何的關懷 那是不對的 他是有關懷的 對我來說 那接下來再看 他是不是只有諷刺意思呢 我們現在報紙上 都是這樣看 我們看他 我們看到剛剛那樣的 那種 所謂的褻瀆 現在只有阿爾沙斯 還有 在法國境內有的 褻瀆罪 那一般來說 已經沒有褻瀆罪了 那沒有褻瀆罪 是不是只有諷刺意思呢 看他諷刺誰 一個 統計圖表 這統計圖表是 吳中某老師 就中英文吳中某老師 他那天找到 提供給我們 那時候也在教育廣播電台 已經先講過 一起討論過這個 他提供的數據 就等於說 查理周報 從1992年 20到2014年 這段時間 他所經歷的 所有的訴訟 好 這個訴訟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張 下一張 在訴訟裡面呢 有48個 可能一般來說 就是法國世界報 就是法國世界報 講他差不多五十幾個 但是有些是病案 或者是撤銷告訴 所以接下來能夠被算進去 所謂的 有利於他 不利於他 那75是有利於他的 那19是不利於他的 那其他是沒有審判的 可能撤銷的等等 總共是48件 那這個事情就是說 在言論自由 他其實挑戰了很多人 誰 他已經告了這麼多 我們看這個48件 是不是都是針對穆斯林 從這個角度來看 那我們再來看 這一個 就是 誰告查理周刊 他這裡叫集右派 集右派有12件 就法國本身的集右派有12件 在所謂的跟媒體 或者那個媒體跟那些記者 告他有8件 然後這些天主教的團體 這有8件 那這裡呢 穆斯林的團體有6件 另外一個是 是一個阿拉伯 在阿爾及利亞戰爭的時候 阿拉伯 人家說阿爾及利亞裔的民兵支持法國的 另一個團體告他 因為查理周刊也諷刺了他們 這個阿爾及利亞的支持法國的民兵團體 在這裡 所以他這裡是 這個部分我們來看 就大概可以知道說 其實在穆斯林的是6件而已 但是他們接受的恐怖攻擊 其實非常恐怖性恐怖攻擊 那個東西非常多 信件其實還不少 那接下來就是說 大家會問說 法國是不是有個諷刺的川普 很多人講說 回到那個 那個啟蒙時代 回到191789年那個時代 回到諷刺 那諷刺要諷刺誰 諷刺當權者 那這個是一個以前 我們在歷史課本常看到的東西 這個就是等於說 要去想像 要去希望 這個背著教室 以及背著貴族的日子 農民背著這項日子 就慢慢就要遠離了 但是沒有講說這個 這個版話到底是誰做的 可是還在18世紀是非常流行的一個版話 那這個事情是在 要諷刺那個 路易斐力 我們講路易斐力 1830年到1848年 這個法國的國王 他們用這樣的方式 是有傳統的 然後在這裡呢也是講路易斐力 我沒有把它翻譯出來 大家從圖片看就可以 猜出他要講什麼 就是恆真暴戀的路易斐力呢 把人民的稅收呢 一直一個一個 倒到他嘴巴裡面去 去讓他的家族來使用 這個諷刺漫畫 他有一個諷刺當權者 有權利的人 所以諷刺漫畫 是有道德的 是有文法的 他不會去諷刺那些 一個好的諷刺漫畫 他不是一個歧視的漫畫 他有個道德 自己有個自律的道德界線 那對他們來說 他是嘲笑所有的一切 嘲笑所有的一切 我們看他怎麼嘲笑什麼 嘲笑薩克奇 來 法國總統 我們如果把這換成馬英九 會怎麼樣 鬆 鬆對不對 不是啊 他這裡上面寫 保護主義的引誘 什麼意思 你根本不想對外開放 他說 在這裡就是說 在講說 為什麼到別的地方 找在我們 去找那些 在我們身上 就已經可以找到的東西呢 這是薩克奇講的話 所以他把它畫在這個地方 你就在看著自己的屁眼 對啊 不用在別的地方找 自己身上就有了 就用這樣的方式 好再來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這個是剛剛是他們之前 一直被侵犯被攻擊 你知道他們還寫一個說 他說 查理周刊講的 怎麼一直都沒有 在法國都沒有恐怖攻擊呢 等一下 到一月底以前 就會達到我們的願望 哇 他們居然預示了 他們自己發生的事情 那這幅圖 後來找出來就覺得 哇 其實他代表他們 一直被恐怖攻擊 可是他還是在挑釁著他們 還是用他們的東西 自己的生命造成危險的時候 我還是要講到 我對於暴力的反對 所以 如果你們去 我們去看 這些站在看 你們站在一個 誰的腳步去看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勇敢的 他們是在被暴力威脅的時候 要講出他們所講的話 他不是屈服 這點總是要跟他們 即使你反對他的言論 根本可能你over 你根本不好笑 你侵犯到別人 你甚至帶有歧視的言論 可是在這個情況下 他們是在生命威脅下面做的意思 好 那看他以前要諷刺什麼 諷刺所謂的睡的問題 睡 他們喜歡用插入 跟被插入的那個關係 用大印金上面寫個睡 上面寫這樣 法國人要痛苦的 如果你看到的人當然是這樣子 還有在查理周刊結束完以後 他講說還沒有 有人寫了 查理沒有死 他還撬著 對不對 大家也知道他在講什麼 來再看一下 這個剛出刊完最近的一起 他上面寫了幾個 第一個 他說在查理周刊當插畫家 要25秒 當恐怖或分子的25秒就夠了 就可以把這些所謂掃射光 那 他就講說恐怖分子是 有所害人打手槍的職業 那你就知道他在講什麼 打手槍一樣有兩個意思嗎 這是這一期裡面 所以他沒有停止去激怒 去挑釁他們 他就是這是我原本之言 是我接受到暴力攻擊 甚至有攻擊的是恐怖分子 所謂真正的恐怖分子 我們講的 具體有暴力行為的人 他這個是有事件性的 我們不能把恐怖分子普遍化 認為恐怖分子就是 西方人所創造的恐怖的形象 沒有 這個恐怖分子是有具體的作為的 然後在這裡 我們剛剛不知道愛比恨的力量跟大嗎 對不對 這是我們剛剛看 一樣是接吻 可是他這裡接吻的時候是 誰跟誰接吻 猶太納粹主義 我們要知道 納粹屠殺了猶太人 所以他透過這個東西 來去造成他更大的挑釁 他就嘲笑所有的一切 你哪天不小心你會變成 猶太會變納粹 納粹會變猶太 再來 再來 這一個 天主教 那我們慢慢看的時候才知道 他說教宗 左邊 意思是教宗走得太遠了 右邊呢 是說 這是我的聖體 因為 拿保險套就是這個聖體 因為 在 基督中彌撒的時候 會拿個小圓餅 會每個人發那個小圓餅 結束以後小圓餅 他就拿那個小圓餅當做 把保險套變成小圓餅 你們怎麼不會覺得很好笑呢 對啊 他 我就覺得 哇 當然我很討厭他 那時候我就會變得 就是很快樂 就是說我很喜歡現在的教宗 但是我很討厭之前的教宗 就是 每個人有自己的偏好的問題 所以當我看到他的時候 我就 我已經把它收藏起來 在這件事還沒有發生的時候 我就好開心 再來 諷刺基督宗教 那你看的是 是一個 方式 但是他用基督宗教的脈絡裡面 單位一體 聖父聖子聖靈 這裡呢 聖父 比較老的 聖子 聖靈是這一個 那 當然我不知道說 我在這裡介紹 應該還算言明自由的範圍 對 我們這樣 對 我們再看他這樣 他也同樣在基督派 做了這件事情 一樣用單位一體的角度 可是 可是其他會有女生啊 所以他這裡呢 基督派的這班家族 他叫聖父聖靈 但是另外一個是什麼 聖女 他叫聖父聖子聖靈 他把另外一個人改為聖 所以他們玩那個聖靈 對就是三位一體 其實上是非常 愛玩這個東西的 那個 三位一體的時候 就是等於 大家結合在一起 又不一樣 所以他三位一體是三個體位 一起 也可以喔 你就可以再去玩這些 所謂的諷刺裡面 你可以去做的 在想像力範圍可以去嘲諷的東西 但是他們嘲諷對他特別小心 所以他嘲諷吉右派 你在看他怎麼嘲諷吉右派 吉右派就是嘲諷 樂斑你這個就像那些排外言論的時候 他就在他的封面大喇喇的寫上 弄成這樣 你就像這座大便 怎麼敢這樣做呢 有啦那個 那個 當馮光源的時候 罵聖志仁的時候在這樣 他說 聖志仁說要維護他的名譽 馮光源說 維護你什麼狗屎豬糞的名譽 被判無罪 像是罵他人渣公務員只有罪 所以 所以 法官也蠻妙的 來 再來看一下這一個 紅衣主教 紅衣主教那時候 他們選教宗的時候 他們那時候有性醜聞 性青的醜聞 所以當時 那個青青醜聞說 你們聚在一起的時候 你們就是圍在一起呢 在做同性的遊說 然後呢 那再來呢 因為要選出教宗會有白煙嘛 他說這樣 你們在這樣選的 白煙會不會出去 出現嗎 可是還有一個意思是 他這種插入的動作很像是 鑽木驅火 鑽木驅火 那個白煙會不會出現 所以這兩層意思 很厲害的啊 我就覺得 那個想像力喔 然後也好欽佩 你好敢喔 你怎麼敢這樣想 所以他們 你覺得這個嘲笑 有沒有比那個 伊斯蘭嘲笑更強 有啊 所以難怪他被告的 那個劍術啊 那個 天主教比 伊斯蘭比較多 好再來 所以他們開始 大家都討厭他 所以他說 不管是天主教 還是 猶太教 尤左衛 伊斯蘭都其他部 要把查理周災 蓋住 那蓋住其實這個 這個瓦勒 其實是用布蓋住 掩蓋住 遮蓋住 那 因為他有用 一個形象的意思 基本上 他們都討厭他 那接下來我們要問說 這會不會一個 歧視他人的言論自由 就是我們有時候 那我 這個當然在跟他討論 討論說這個 但是如果我們來看 言論自由的時候 通常言論自由是 你就是主張你的言論自由 現在我們常常都在講 撼會言論自由 可是實際上 言論自由是必須要被主張的 去碰觸到 你覺得應該去主張那個言論 才會 言論自由的問題才會浮現 你去撼會 要撼會什麼 除非他受到損害我們才撼會 可是在 只有在實行去講出 自己認為對的時候 那個才是 言論自由 真的言論自由是給誰的 對我來說 言論自由是給弱勢的 言論自由從來不是給強勢的 有權利者不需要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是用來保護弱勢的 去主張他自己的權利 所以我們在講歧視的時候要對 歧視也有一個對象 歧視永遠是強者對弱者的歧視 不會是弱者對強者的批判 把他馬逼馬告 罵成萬事狗子出分 罵成什麼 你告訴人家說這個叫歧視言論 因為他永遠是面對權利 對我的解釋 他必須要有個原則 我們這樣討論原則才會 在不同的權利關係裡面看得 才會清楚 那再來呢 我就引那個查理周報那個畫家的話 他說 他講說 幽默者不會太會是一個下流的人 換句話說他很常被講是下流 他說他只是對什麼 對權利沒有幻想的人 或對那些 那些幽默的人說 我不會覺得你就是非常高尚清高了不起 就是沒有一個 你會比較清醒的人 沒有幻想就是 你會適合不要成為一個比較清醒的人 那對他來說這個幽默的作品 是對民主的見證 因為你不斷的挑戰那個民主的體現 那這個是非常被使用的 就是 寧可站著死也不要會著火 就換句話說 他不想屈膝 他不想去 去因為暴力的威脅 導致了說 對我言論自我審查 好今天有人要來打了 那你開始就會想說 好吧 那我們就不要緊了 請到處來打怎麼辦 那就是言論自我審查 任何這種要自我保護的意識裡面 都會變得言論自我審查 所以他們在當被暴力攻擊 還有段影片他們 他們講說 不行 我們寧可被審查 也不要自我審查 寧可被攻擊也不要自我審查 寧可被攻擊也不要自我審查 因為恐懼就會讓你自我審查 對自己的言論自我審查 那那個這個裡面需要勇氣 那當然我們這個時代其實不需要勇氣 相較白色恐怖那個時代裡面 其實他們 他們講話是需要勇氣的 我們這時候 不是勇氣的問題 是我們還有懦弱的問題 因為我們不敢講 想做好人 所以 我們還會有這種 就是 就是 主張言論自我 可是我們主張言論自我 也不想去主張自己的言論自我 沒有意願 對我們跟我沒什麼關係 也會有這種 那 在這個事件以後 所有都變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 在看到這種集體性的時候 就是他把法國人 因為你想要查理周刊 這件事是一個非常諷刺的事情 他本來就是反對嘲諷所理解 現在主流反過來幫他 大家全部走上街頭 要是你在查理周刊的那些死卷 你會不會覺得很噁心嗎 的確啊 你會覺得他們就知道要嘲諷 這些平常把我罵的事 告我們 告的樣子 突然在我們死後的時候 他們在天堂的時候看到 你看 這時候他們又站出來 來利用我們 這樣 你嘲諷做看也可以這樣玩 就是你在想像力範圍裡面 是可以去做很多事的 他們是反對主流 可是在這時候他們被主流利用 主流利用他們的悲劇了 變成一個法國精神的象徵 內生很噁心的事情 那個法國的精神講 不存在一個同質的法國 就像有些人不存在一個 所謂的西方霸權 這個同質性的東西 因為在這個事件之後 很多人不僅只是 當事人感到哀嚎 就是旁邊感到哀嚎 他們更害怕這個 變成一個歧視伊斯蘭 更怕他們變成是一個 被國家在反恐主義 所利用的一個工具 利用悲劇成為一個擴張 自己利益的工具 他當然要害怕這件事 所以為什麼當時在 周世宇女士在講的話 其實我非常同意 她講了很多這些東西 但是只是要放在這個脈絡裡面 比較不合理 但是我不覺得說 我們需要把它攻擊到死 因為她提醒了一件事情 她可能性的問題 只是可能剛剛我覺得她 誤解了查理周開 這是當時跟一起在討論的時候 會出現的一些問題 好 那在這裡面呢 我們還會有一個盲點 我請問你這裡有沒有 加害者 加害者我們都知道是怎樣 請問他們證詞在哪裡 他們跟我們講了什麼 萬一是陰謀 萬一是陰謀 對不對 一見二講 對不對 萬一是呢 所以我們怎麼 利用我們的同情 和我們的悲劇 和我們的憤怒 萬一這個是 因為在西方常發生這件事 我解決了查理周開 同時又凝聚我內部的時候 我要創造的敵人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誰會獲得最大的好處 以色列 我們開放來講 這種可能性 但是我當然會覺得 沒有正直 你明明是可以把它抓起來 為什麼要把它擊斃 為什麼不讓他公開審判 這個法國公民加持人質 對不對 為什麼 這個事實上是我一個朋友 梁嘉宇 他在這件事裡面 他一直非常擔心 非常焦慮 但不是言論自由的問題 我們現在談論的 不僅只是言論自由問題 我們談論是 這個言論自由的程度 會被政治所操控的問題 所以我們會把動機跟密謀的原因 會被簡化 好 我們再回到那個言論自由 剛剛是說 最近不是有個沙比阿拉伯的 他那時候 提出來這個 這個 就這個 這個做家 然後架子設立一個網站 他這樣 七一米都在加拿大 然後被抓起來 然後兵一千下 一千下 一千下 原因就是要主張一個樣子 現在國際特特主席 都在努力救援他 救援這個 然後 他現在是這個樣子 這是第一次被編五十下的樣子 一千下會變成什麼樣子 好 好 在這時候我們可不可以說 我們要尊重別人的文化 文化是相對的 每個國家都有回國家的方式 我們這時候會用這個文化相對的來 去解釋所有事情 我們要尊重別人跟我們的差異 這時候我們就出現 好 這個是在 結果我說 你這個不行 絕對不能這樣做 你干涉我國家內政 第一個 第二個 你干涉我們國家的法律 干涉我們伊斯蘭的文化 干涉了我們神聖不可侵犯的經典 對 好 就 我們要不要變成這個樣子 尊重 我們尊重他 另外一個例子 這個叫 就是丟石頭這樣 就是只要噴尖的時候 就把那個石頭 石頭還要算 要計算 還要計算大小 還不能太大 太大一次扎死了怎麼辦 就不好玩 所以要慢慢 重點是折磨 所以是折磨 用大顆的時候 一直都會把你丟到死 好 你看到這個形象的時候 這是不是文化差異 所以我們每次在文化相對論的時候 其實上 我都會把這些 很殘忍的那個受苦難 受難者的 形象 把它拿出來 提醒大家說 我們在尊重別人的時候 其實上 某個方面 我們對於 這種 這種 我剛剛有一個 尊重他人 那時候 實際上在掩飾自己的懦弱 它會發生 因為我想 我有這樣子 當然有些人 不想講 我說我們尊重他人 一換句話 就說 我可以離開 去別的地方 我沒事了 尊重他人 成為我一個最好的藉口 不用去表達 主張自己 對這件事情的判斷 所以當然我們就會變成 我們處在這個相對論裡面 我們就會變成犬儒 我們就會變成一個冷漠者 我們就會變成一個去政治化的人 我們就會變成一個溫良公儉 那樣的人 然後我們就會變成一個沒有態度 還想要有高度的人 然後我們就是開始就變成一個惹心的人 但是呢 我們希望 找到一群人 來正同我們的惹心 好讓我們好過一點 我們就會變成沙科琪一樣 給自己舔自己的屁眼 就變成這樣 所以 我們 可能在這個文化相對 最大的問題是 我們用尊重他人 去掩飾自己的懦弱 這才是 覺得很恐怖的事情 如果剛剛我們看到前面這些東西 這個順序 看到這些東西怎麼辦 那最後要跟大家討論一下就是說 那個政教分離 什麼叫政教分離 在西方來說的時候 天主教 基督宗教的力量影響一直都是非常大的 他們掌控了國家的機器 甚至在國家會制度上 比如說以前會給 會繳需要交給教會的 後來不用交給教會 那不用交給教會 國家取代了教會的權利 可是在某個程度上 國家還會補助 某些教會的一些教育 措施 然後還有一些捐款 某些東西還會給教會 所以他在法國的政教分離裡面 他們就是 對於有幾個 就是 為什麼政教分離 第一個是代表他們 之前其實是沒有政教分離 沒有分開的 是一個政教合一的 或者某個形式有國家之力的幫助的 但是這個政教分離 是在 國家對所有的宗教都保持中立的態度 我對你們都要一視同仁 一視同仁 所以我們這樣看查理周刊的事件的時候 看他有沒有用同一個標準 政教分離的這個 light state的標準 去面對所有的宗教 如果有的話 如果有差別待遇是出現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可以講 所以可是實際上有例外 有意外 其實當時面對 猶太教重大的壓力的時候 其實上是 或者是跟 某些編輯跟誰比較好的時候 會出現某些例外的情況下 但基本上精神是不行 是要保持這個精神 做得到 做不到 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人為的因素 但是原則跟價值 是要被社會所鞏固跟保持著的 所以呢 而且不能他們在這裡面 政教分離還有一個 我不把宗教所謂提倡的價值 當作天生的價值 唯一的價值 而只是要把它當作一個歷史的 或者是政治的 而且可以受到理性的批評 它是可以被批評的 不是可以不可批評的 現在在談這個所謂的基督上 不行 你不能批評我們的宗教 因為呢 我們宗教有特殊的文化 你要尊重我們 那個尊重就代表說 他排斥的被批評 但是事實上面 他們在這個社會裡面 還佔有實際上的力量 還有世俗力量 他不是沒有世俗力量 可是他說他有世俗力量 可是又活在公平社會 可是他又卻要拒絕 接受理性的批評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在這個Lightestate在談的時候 其實很重要的概念 最後呢 我只舉幾個簡單的例子 第一個呢 宗教沒有不可親犯親 在這裡面 宗教教義是可以在 它要不要進入到這個公民社會裡面 是可以被討論的 這個是Lightestate的背景 那我們最後就處理到 那些什麼西方霸權的問題 對 西方霸權 那我們當然就同一人 就美國老大哥 到現在就同事著西方 到處都要管 管所有的事情 要人家石油 要人家所有的東西都在 然後其他國家 就在幫助他做這一事情 所以周世宇 他那時候 所以他講的東西 沒有錯啊 你就活在一個西方霸權 可是誰代表西方 如果我們今天做了一件事 就是說 查理周刊等於法國 哇 是不是會有危險 法國等於歐洲 歐洲等於西方 西方被美國所控制 所以查理周刊就等於西方霸權 這個就是 查理周刊就顯示了那個西方霸權的 這個事情 這個事件 相對於東方來講 那我們東方的那個 都就會變成恐怖主義 另外一種推論就會變成 恐怖主義 這個恐怖分子 跟西方人在做那個 歧視性的偏見是一樣 恐怖分子就是伊斯蘭 伊斯蘭就是阿拉伯 就等於整個回教世界 那不是我們犯了同樣的錯誤嗎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看這件事情 要非常小心的就是 就是出現了說 我們很容易做二元對立嘛 東方跟西方這種簡化的邏輯的時候 好像可以讓我們解釋所有事情 那我們是東方還是西方 對不起 人家在談東方跟西方的時候 從來沒有談到亞洲 我們不在這個東西方脈絡裡面 不在他們的那個西方跟東方 以前在古希臘時代的時候 是一個所謂的希臘時代的世界 跟所謂你看那個大流氏 是在波斯那個地方 目前那個伊朗的地方 那對他們來說是東方的 東方那個是相對的 可是實際上跟東方有交流 都是阿拉伯世界 跟所謂的基督宗教世界 對不起我們不在東方裡面 我們不在東方裡面 因為我們太遠了 航海航大發現之前 我們不叫東方 我們根本是不知道什麼地方的 對他們來說不知道了 甚至他們可能都比東方的文化 相對比較弱一點的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談一下說 如果有機會可以再談談 什麼是文化 文化沒有所有權 文化不是屬於某個國家 某一個人的 文化是可以被分享的 當你在尊重別人文化的時候 我要尊重他的文化 那個文化可能是多元的 不會只有單一的文化 我們最怕就是 把文化變成 比如說 常常那天有人 講一件事情 舉個例子好了 跟他出去一樣講 但是我覺得還滿 事愛談的 我們有一個 不錯的 還滿優秀的老師 他有跟你講說 因為每個人都知道 我主張台灣獨立 我不是支持台灣獨立 我是主張台灣獨立 我在主張台灣獨立 他就會問說 台灣又沒有文化 怎麼談獨立 我聽到這句話 突然龍心大怨 對啊 台灣沒有文化 那我們現在的文化是什麼 代表我們現在的文化 叫做外來文化 就是一個被殖民的文化 所以當人家講台灣沒有文化的時候 就代表說 他從柔到尾 一個沒有文化的地方 就是代表他是一個殖民文化 是一個外來者文化 那實際上台灣有沒有文化 他有文化 文化本身就是一個融合 文化不是成為一個國家必要的條件 國家是一個現實的聚合需要的東西 我沒有文化我也可以成為國家 我只要把別人的文化拿過來 我就可以成為一個國家 所以我們開始把所謂的文化國家 人民全部集結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可能也在製造這種幻覺 我們現在身上穿的衣服 全部哪裡是中國文化的東西 我們是被西化非常徹底的 包括拿麥克風 包括講這些東西 就是都是 包括我們大家的價值觀 可是不影響我們去創造自己的文化 我們也不 在我們在談所謂的 我們在講禪中文化的時候 很少人講到中國 或講到誰 講禪中文化 禪文化 或講到日本 對西方來說 那文化怎麼會屬於某一個國家的人 只有現在很荒謬的情況下 會把文化遺產的 去跟聯合國註冊 註冊的是我自己國家的 孔子也要搶 這個也要搶 對不對 那那個是很愚蠢的事情 誰屬於你的 為什麼文化是屬於你的 所以我們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現在會有一個問題是說 我們在談尊重文化差異的時候 我們當然是剛剛跟大家講說 我們可能用尊重來掩蓋了一些懦弱 用尊重迴避的批評 卻導致用來維護 壓迫而保守的體制 這是我們在尊重別人 我們的好意反而造成我們的悲劇 另外一個是 我們在談尊重 尊重是不是要有一個基礎 如果我們回到剛剛的 Lie Seed Day的時候 其實上 他就是站在那個 Lie Seed Day的尊重 作為一個尊重的基礎 那個Lie Seed 政教分離裡面要強調 所謂的自由跟平等的精神 當不愛 我們再來看看 因為都是可以去 這個事是一個共融的感覺 那我們現在到最後要去講的是 我們在面對歧視 首先要去排斥自己的偏見 而那個歧視只要我們閉上眼睛 想想說 你覺得恐怖分子的形象是什麼 大家都給門心自問 哇 哇 那個刻板印象其實是在我腦袋裡面的 那我們在Google裡面去看 就這樣啊 恐怖分子就是這樣啊 就變得 就這些人了 這個會導致我們害怕我們的靈人 導致我剛剛 戴上那個口罩的時候 走進來的時候說 秦楷你這樣好恐怖喔 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被套上恐怖分子的形象 我沒有辦法去 我們只能警覺自己 不要被這個 刻板印象徵的控制住 然後最後西方霸權的時候 我用了一個詞 假掰的詞 雖然我們剛剛說不能引經句點 他們跟我講說 好吧我們今天要講西方霸權 看誰 瞭解所謂的西方霸權 真正的內涵是什麼 所以 我跟大家講 就是 我們剛剛上課好了 這是我創造的詞 它不存在的 然後 然後 就來玩一下 那個 這個是用法文來講 因為法國它有一個 Diopolitico的構成 神學政治的關係 在歐洲 另外一個是 就是我們一般講的 Logo somprisma 這個叫做 所謂羅格斯中心主義 意思就是理性中心主義 西方為主的理性 作為中心主義 西方作為一個 思想價值的來源 的中心主義 所以它就會變成霸權 所以我都加了西方 可是如果 後來他們會講說 那個 楊居就代表一種父權 所以我們就把它變成 歐斯 我還不練 歐斯 歐斯 我少一個C 對不起 都是東 Diol Politico Baloco Songprisma 讓大家可以知道 所謂的 西方神學政治 楊聚羅 各式中心主義 我們今天才一個一個來談 我們都要談西方霸權 會過於簡化 它就變成一個修辭 因為我們在跟學生講哲學 哲學不是修辭學 講修辭學就會讓你嗨 就開始 抓狂 西方霸權 可是如果你真的去看的時候 它有個西方理性的 它有個父權中心的 它有個神學政治的傳統的 要把這個放進來 我們之後就可以去理解 所謂的西方霸權是什麼 那有空的時候我們再聊 但是我們現在不談 不談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我們開始 最後 然後這些人聚集在一起的時候 大概我們要講一下 他們在期待些什麼 做一個open question 這個是阿巴斯 這個是以前的 巴拉斯坦的領袖 這個是以色列總理 拖炸的 然後這些聚集在一起 大家知道 突然他們剎那間變成 人道主義者 變成一個關懷人群 體量受難者的人 所以當那天周世宇講說 這很噁心 雖然他做的不當類比 可是我可以知道 他那個氣氛 他可以發現在這種 人道主義的背後裡面 有可能形成的偽善 謝謝大家